我来 我来 还是我来吧 安舅 你别慌吃那个 来 吃觉醒想蘑菇 刘老师 你怎么还没丢掉 你说这是你妈妈送给你的 所以我觉得她对你来说 一定有特别的含义 所以我就 刘老师 我来 还是我来吧 我来 你真的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什么 你觉得接吻 真的很严重吗 如果两个人真心喜欢 你情我愿 接吻又有什么样 那 那如果其中一个人喝醉了呢 那就耍流氓啊 这个不管放在古代还是现在 都是要遭人唾弃的 那天晚上我看见 摊走她偷亲你 她对你一定是别有企图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别在她面前提件事 我看起来 刘老师 你脖子怎么了 怎么了 还有手 手也是 好 好 好 医生说 尤老师是吃蘑菇过敏了 会引起生态水肿 三九 你没事吧 我真不让你这么容易过敏啊 我下次再也不理 消磨菇了 瑶瑶 三天晚上毒蘑菇吐了 多多 你是把尤老师刚吃的药 晃吐出来了 三九 我再给你拿一点药 大壮哥 明天发布会要不延迟吧 你看尤老师现在这个样子 明天肯定没有办法参加的 不像 贸然推迟 只会让人觉得我们心虚 可是 行吧 我上 谁说让你上了 他上 他 我叫玉迟 是 玉迟瑶瑶 下来吧你 就他也好意思上台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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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紧张啊 加油 最新消息 游戏临时让助理替其出席发布会 游戏自己却不敢露面 难道说花露水真的是游戏自己代言的黑产品 游戏一方将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件事 游戏到底什么时候过来的 准备怎么处理 他沫粉到底如果想收拾 这件事 游戏到底什么时候过来的 准备怎么处理 他们肚子到底需要的 他会很想做什么 这个政策怎么处理的 这游戏怎么处理的 雨智遥遥遥 谢谢 谢谢 不知道你什么车 过来呢 留意了 谢谢 你怎么就有人啊 这什么情况啊 有心没跟我说呀 喂 卢西啊 你找到月娶瑶瑶了吗 还没有 他不会畏罪自杀什么的吧 那边好像有人投合自计了 真的 那么赶快过去看看吧 快走 快走 这风 缓缓吹过记忆楼空 你 我还以为你 其实 没关系 别想太多了 早点休息 其实我有人群恐惧症 可是 又要是 我搞砸了 我没死的 让你难过 亲爱的 请你原谅我 一定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请把我们的回忆升纵 人群恐惧症啊 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 患者对于在陌生人面前 或者可能被别人仔细观察的 社交或表演的场合 会感觉到一种 强烈的恐惧或焦虑 在心理学上啊 诊断为社交焦虑失邪症 是焦虑症的一种 那现在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 方法是有的 不过得知道病因 才能对症下药 病因 一般来说排除遗传 生理等因素 患者受了某种刺激才治病 所以啊必须找出最深层的恐惧 将其克服才能真正治愈 好